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杰,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部男子为了母亲不再喝药,带着满城的金甲武士,踏着满地菊花,前来收拾自己父亲的国产大电影《满城近代黄金甲》,故事发生在五代十国的时期,男主发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官,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,谋害了自己的前妻,但很多布什子他没有杀死他们的儿子猥琐男,后来猥琐男成了太子,再后来发哥娶了自己的县子。 新人女友,还当上了皇帝一同武林,阿佩一同天下,新人女友给发哥生了两个孩子,第一个孩子就是杰伦哥,第二个就是文若男,可惜一般古装片都是狗血遍布全天,本篇也是这样,发哥前妻没有死,还嫁给了太医,准备报复发哥。 猥琐男之所以被称为猥琐男是有原因的,他成了太子后十分的狂妄嚣张,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不放在眼里,直接就和发哥的新人女友也就是皇后瞎搞,编剧为了漂房也真是公平的,这种脑洞一般人真的无法达到,发哥知道这一切以后不但没有发作还是分担定,唉,要想吃过多的剧就得通胀带着绿啊。 最后他下令让太医给自己的现任女友下毒,现任女友吃了药以后果然发病了,直接就是各种身体不适加怕金森组合症,现任女友也不是傻子,在一番侦查过后他发现真相,开始策划谋法,他说服杰伦哥,让他在重阳节时带兵谋法,唉,都是通行人的货,说到通行一边的猥琐男也一点没闲着,他还勾搭上了太医的女儿,而太医的女儿呢就是发哥浅气声的, 也就是说,这个猥琐男睡了自己的亲妹妹,编剧再一次让小生明白了狗血的含义。 随后发哥还是意识到了前面,直接就开始派人追杀前妻一家,没有主角公分的太医直接就被杀掉了,但是发哥前妻和前妻的女儿却逃走呢,发哥找到了猥琐男,两人进行了一次父子间的申请对话,猥琐男吓得大气都不敢喘,随后前妻带着女儿来找父亲和发哥,还说清楚了一切, 猥琐男知道自己和自己亲妹妹发生了关系以后,直接就疯了,猥琐男的妹妹也哭着跑出了皇宫,发哥前妻跟着女儿跑了出去,最终也没躲过死亡,两人被守卫杀掉了。 宫殿里的文若男女的肖婷来了一手切活打劫,杀死了自己的哥哥猥琐男,此刻文若男的心里全是等级,发哥一看自己的大儿子被小儿子杀了,立马就变成了巨龙形态。 衣服一甩,反正就跟生活里社会人打架的时候脱衣服一样,小姐本来以为他会和众多小儿子爪牙单挑,甚至老他手一挥,叫来了一群大名高手,小儿子的爪牙根本顶不住,纷纷杀青。 最后小儿子文若男被发哥用裤腰带抽死了,没错,裤腰带,我真的是背负编剧的思路,因为发哥就算没有裤腰带,裤子也不会掉下来,牛顿老人家的棺材板压不住了。 最后杰伦哥带着潘军大部顿来到了大地附近,潘军们都是家里有矿,全身穿着纯金铠甲,正当小结盘算着怎么抠下来铠甲卖钱时,他们已经轻松的干掉了发哥的大部分军队, 杰伦哥还砍倒了自己父亲发哥的大旗,妻子落到了菊花堆里,唉,真是菊花残满地伤,可惜啊,讲还是老的啦。 杰伦哥以为自己胜券在握,结果发哥早就知道杰伦哥要谋法,直接又派出了一群金鱼部队,最后杰伦哥被一群壮汉围了起来,以伊迪拜开启了狂砍五条街模式,最后看到了自己母亲后,他放下了图刀,和自己父亲讲起了道理, 说自己不是为了抢王位,而是为了自己的母后不再吃药,最后就自杀了。 皇上发哥这次真的成了寡人了,和自己游戏员关系的人基本上都死光了, 看完了这部电影,小结除了黄金甲和菊花什么都没记住,还被编剧神奇的脑回路给惊到了,小结无力吐槽呀。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呀?留言告诉我吧。 好了,解说就到此结束,那么我们下期见吧,拜拜。